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7月20日 星期二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 只要看这个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 他们的深层的情况 就可以看出端倪 这两年呢 不仅是阿里 腾讯 滴滴 美谈 等等一些互联网公司呢 非常不好过 而且房地产巨头 以及一些实体企业都很不好过 那么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有一些公司典型的就是恒大 那么恒大的债转股和商票违约 我们这里就不说了 之前我的节目里面说的还是比较多的 北约出了许家印是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 又开始进行自我宣传和炒作 无非就是为了秀一下自己是党的人 有靠山 恒大不会有问题 其实说白了 就是给市场来吃一颗定型碗 但是现在来看 这颗定型碗是没什么用的 结果没有超过一个月 恒大就接连出现了两个大问题 非常难看 非常危急 我们先来说一下 昨天恒大出的情况 昨天的港股恒大系个股 午后是跌幅持续的扩大 市值跌破了1100亿港元 中国恒大大跌超过16% 恒大汽车跌幅了一度超过了20% 恒大汽车一辆车都没有销售 市值4000亿 现在也开始暴跌了 中国恒大旗下的还有像恒腾网络 恒大物业等也纷纷的走低 而在今天恒大的股价继续的大跌 我们看一下恒大今天又大跌了将近14% 而恒大汽车大跌了将近18% 中国恒大的市值从高峰的时候的27块钱 已经跌到了现在的7块 大家想想一个公司股票跌成这样 说明这个公司肯定是出大问题了 对不对 基本上跌去了70%的市值 大家想想恒大就惨到了这样一种状况 而且不仅是股价暴跌 接连暴跌 你像昨天恒大的债券 也是遭到了市场的集体抛售 也是暴跌 15恒大03和19恒大02超跌10% 20恒大02超跌9% 19恒大01跌近了9% 20恒大01跌近了8% 恒大的2025年到期美元债券 它的跌势也是创了9个月最大的跌幅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市场是权限来看空 而且是做空恒大的资产 那么大家想想恒大 它到底是出了什么大问题 到了市值跌去了70%80%的地步 是不是真的要倒闭 这个确实不好说 那么引发恒大股债双杀的 是一张在市场上流通的法院的裁定书的截图 上面就显示了广发银行 疑心分行 以情况紧急 不立即申请保全 将会对其合法权益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为由 来裁定 冻结被申请人 也就是恒大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多少钱呢 1.3亿元 或者是查封扣押他本价的资产 就是一个地方的银行 广发银行 它当然也不是地方的银行 就是说广发银行的一个地方的分行 冻结了恒大1.3亿元 向法院申请了 要求冻结 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到这样一个地步呢 也就是说恒大 它的还债能力主要是受到了广发银行的质疑 担心恒大还不上债 所以向法院的申请保全恒大1.3亿的资产 这个金额初看起来是不大 才1.3个亿 大家想想对吧 但是对于恒大的信誉和它的偿债能力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是巨大的不信任提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那么 堂堂万亿级的企业恒大 如果因为这1.3亿的债务还不上来对簿公堂 可以说恒大基本上已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恒大就出现了古债双杀的局面 而且这下 而且这次下杀的力度比之前的大很多 当然恒大的应急攻关的反应速度还是非常之快的 及时出来攻关了 接着发稿了恒大地产的集团是严正的声明 声明就称呢 我司江苏省公司旗下的项目 宜新市的恒育置业有限公司 与广发银行宜新支行项目贷款1.32亿 到期的日期是2022年3月27日 对于宜新支行滥用诉讼前保全的行为 我司将依法起诉 恒大的意思很明白 你这个债务是明年3月27号到期 你现在就向法院申请保全 你是不是过早了一点 对不对 这侵害到我们公司的名誉 那么为什么广发分行会采取这样一部限招了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如果按照恒大的说法 2022年3月到期的债务 为什么广发银行要现在向法院来申请保全呢 都说这个时候的恒大是强盗众人推 破骨万人锤 万万人没有想到 率先推到恒大这面墙的竟然是银行 也万万人没有想到 率先敲向了恒大这面破骨的竟然是地方政府 恒大内部的债务 大家想想难成什么样子 逼得广发银行拿着明年才到期的贷款 迫不及待就开始跳反 要求恒大冻结他的资产 来作为自己债务的一个抵押 或者是还款的准备 广发跳反的理由 他是说情况紧急 大家注意他的措辞 情况紧急 不立即申请保全 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伤害 那么一个情况紧急 再加上一个难以弥补 几乎让所有的人就产生了 说公司经营不下去 债主轰抢办公桌椅 饮水机和打印机 这样一种感觉 广发这么高 你让其他的机构会怎么想呢 其他的金融机构 对不对 恒大负债是近两万亿 大家想想 他欠了多少金融机构 欠了多少大企业的债 那么万一这些企业去晚了 可以说连一个打印纸 你都抢不到 那怎么办 金融的本质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信任 信任没有了 挤兑就会产生 恒大正在被国内集体做空 产生挤兑的效果 银行可以说只能同甘 是不能贡库的 没出问题 我放贷持利息 出现的问题 我拍拍屁股来抽贷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广发银行 要怪只能怪 恒大之前事儿办的不是很地道 早在一年前 恒大已经碰到了 所有金融机构的一个信任的底线 去年9月份 恒大是陷入了债转股的一个风波 当时我还专门做过节目 讲过1300亿的债转股的事情 此前恒大他想回A股上市 然后就拉了一笔1300亿的战略投资 中间包括金融机构 还包括地方的国资委 当然还有一些交管的公司 还有像苏宁 都是一些硬公司 可以说大户 结果恒大硬是通过发公开信的方式来逼宫 逼迫当初的战略投资者进行债转股 害得很多大企业和金融机构 就一下子掉进了债转股的坑里面去了 钱是拿不回来 你已经成了股东 炒股炒成股东 对不对 开始指望上市能赚一笔 结果上市没上成 而且你投进去的钱呢 转成了股份 那么如果是债权 它还可以追溯 对不对 股权的话 你就沉淀在里面了 现在广发了提前是跳反 所以也在情理之中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银行是跳船了 从恒大这艘破船上 四年前的招商银行 率先冻结了乐视的12亿资产 这是第一家冻结乐视资产的银行 这也成为了推倒乐视帝国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招航之后 一大波金融机构开始涌入乐视来挤兑了 因为招航率先把乐视的钱动了12亿 然后其他的银行一看不干了 乐视还欠我们这么多钱了 我不冻结 那不是晚了吗 赶紧动 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大家真相挤兑 自招航开始 乐视帝国就走向了垮榻的一个黄昏 而现在轮到了恒大 强倒众人推 恒大在狼虎的邵阳又被捕了一刀 邵阳是暂停了恒大两个项目的网签的交易 就是在本月11号 理由是恒大蔚来城的1.8亿的销售资金 没有进入监管的账户 存在账外手存和罗用的情况 已经暂停了该项目的销售许可 如果中国上层 真的达成了一致来救恒大 那么这样的东西可以说是不可能出现在网上的 每到关键的时候就补恒大的刀 就说明有人可能故意在整恒大 国内至少有这样一股力量在做空恒大 或者说国内是否有一股力量一定要把恒大给搞死 那么这个是否涉及到政治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还不好说 但是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其实恒大的资金链紧张了 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端倪 金铃的幺蛾子 金铃的幺蛾子 恒大确实是非常多 首先是恒大的商票不断的违约 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而且引发了监管层的特别的监管 其次就是恒大在很多地方几乎是半价的率房 比前几年恒大的七折甩房力度是大了很多 而且很多是半价甩房只受陷阱 这当然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事出反常了 鸡尾腰 我看一些网友在我的平台下面留言 有的说买了恒大的房子 各种反馈都不是很好 那么有的是降价脱手甩了恒大的房子 这说明了其实也是消费者在做空恒大 对恒大不放心 更奇怪的一件事是前两天 因为恒大将重庆业主公共的停车场 出租给了第三方公司的牟利 导致了小区业主的集体抗议 集体暴斗 最终引来了警方的镇压 据说警方还开了枪 这个事情也是落得非常之大的 当然里面的类目只有中共政府才清楚 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 恒大的公司都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多穷吗 为了多收几个停车位的钱 对不对 干这种背信弃义 自毁声誉的勾当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事发重庆将近的双幅 就是恒大金币天下这样一个小区 业主因为不满恒大集团 将原本免费的停车位变成了收费的停车位 引发了过万名的民众上街 与上千名道场的警察来对峙 后来引发了户殴 一些小区的居民被抬走 而居民也是围攻警方的大巴车 视频就显示了当地警方疑似海开了枪 维稳还听到了枪声 警民混战过万名的群众上街 大家看一下视频还是非常壮观的 如果到了这样一个规模的事件 可以说不仅会震动重庆市政府 当然也会引发中共中央的一个高度的关注 至少他们是得到了通报的这样的大事情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恒大的财务状况差 然后急着捞钱而引起的 我们想想苏林都已经垮了 恒大按照这种情况可能真的还蹦跶不了几天 各位朋友大家好 阅读可以说是一门终身的修行 我们应该是活到老学到了 但是现在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 我们很难完整的读完一本好书 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 读不懂或者是很难坚持 所以结果都是看几页之后就半途而废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 那就是听书 特别通过听财经类的书来培养我们的财商 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实现财富的增值 经过我们团队精心准备 我们挑选了100本书 这些书都是千百年来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好书 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 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 还是想规避风险 在投资中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这些书都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精品 经过我们的改进优化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还推出了选书功能 由大家来决定每期更新的书 每期更新的书将由粉丝投票选出 保证我们的书都是大家喜欢的 并且是适合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周就能读完两本书的精华 通过365天的坚持学习 就能让你财商迅速的提高 更加接近财务自由的状态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 很难坚持 但现在如果能让你免费加入 并且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那么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现在财经能力读书会 推出了100天读书的计划 只要加入读书会 每天坚持读书打卡 打卡满21天将返还15%的会费 打卡完100天 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你就是说坚持学习 你就能免费加入读书会的学习 从现在开始了 加入读书会的用户都可以参与 不过我们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活动 用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也可以通过评论区 以及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加入 关于读书计划的详细规则说明 我也放在了评论区 财经能力的读书会 我们不见不散 今年的中国可以说是祸不担心 不仅是企业巨头一个个的积极可危 就连一项干旱少雨的内蒙古 今年居然有两座水坝发生了溃坝事件 非常奇怪 这些年可以说溃坝的不算很多 但是内蒙古一个地方 这一次就发生了两次溃坝事件 两起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7月18日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新发水库和永安水库 因为暴雨发生了溃坝 根据介绍 永安水库是在新发水库的上游 他们两个水库直线距离大约是13公里 可以说挨得非常之近 永安水库正常的库容是800万立方米 而新发水库的库容是3800万立方米 设计的是无闸门控制 自然调节下泄洪水 但是这次上游的永安水库溃坝 来水特别之急 所以导致下游的新发水库慢点 两个水库一起出事 这次溃坝导致了坝体连接段的损坏 产生了绝口 水流汇入了新发水库之后 导致新发水库是损毁严重 那么这个事故的原因和当年的板桥水库溃坝的事件 其实是非常之像的 主要也是因为上游的暴雨引起的 然后呢 一个水库垮塌 引发其他的水库 年代垮塌 就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只是内蒙这次的 他的两个水库的规模呀 没有板桥水库那么大 下游的人口呢 也不像荷兰省那样 人口非常密集 这次人员伤亡情况是不清楚的 但是中国的官方说呀 没有人员伤亡 那么这也符合他们一贯通报的风格 末期的水利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 事发后了相关负责人已经到达了现场 参与了救援 水库下泻的洪水已经平稳的汇入了嫩江干流 没有人员伤亡 目前下游四个村组的人员都已经彻底出来了 他们的话呢 当然只能打折听啊听一半就不得了 但是中国国家房总呢 目前已经派了工作组付了内蒙古 所以从这个操作上可以看出啊 这个情况还算是比较严重的 胡锡进呢 刚刚在微博上还嘲笑德国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说德国的防洪措施很差啊 因为德国这次洪水确实是很大的 别人真的是百年一遇 不像中国的洪水 几年一遇的他也吹百年一遇的 在十年的时间可以说能碰到几次百年一遇的洪水 转眼呢 他吹了之后啊 北京就已经看海了 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大城市会像中国的这种特大城市一样 都变成海景房 下水设施啊 非常之差 可以说 这是城市的良心 这是中国的建筑经不起考验中国的城市 百年来了 西方的水坝呀 基本上也没有溃坝 但是中国的水库溃坝的比比皆是可以说还是比较多的 不知道胡锡进有什么脸去嘲笑别人德国 除此之外了 最近一个学生的家长啊 在群里面录队班主任 拒绝打疫苗的事情 在各个社交媒体也是吵得沸沸扬扬扬 可以说将中国疫苗的质量问题啊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个家长呢 被称为最有血性的中国家长 我们看一下具体情况 事情的起因呢 是高一的某班主任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通知 说接到教育局的电话 7月20日教育局对高一高二学生进行集体接种疫苗 然后呢 这个家长就发飙了 志文老师是不是强制接种疫苗 如果不接种会如何 我把他的话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家长的质疑精神 和拒绝接种疫苗的勇气 可以说还是勇气可嘉的 我看他在群里面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王老师如果学校一直不给是不是强制打疫苗的回复 以及不打疫苗是否不让下学期升学 以及未来是否不让学生高考的具体回复 我先声明我家孩子赵紫怡坚决的不打疫苗 如果学校敢也宪教育局或者沈阳市教育局的命令 视线防疫战或者魏禁委的通知决定来强制我们家孩子打疫苗 或者是敢也不打疫苗就不让升学以及高考变向强制手段 来让我家孩子被迫打疫苗 随下的具体命令和通知 我将找到你们每一个人坚决追究你的责任 以及如果我家孩子被强制打疫苗 将来几年到几十年内身体出现不是或者是各种疾病的反应 我仍然会找到你们下命令的每一个人追究你们的责任到底 这里面的每一个家长都会看到我的留言 我会截凭留作证据保存 以此证明我是事先生命过的 我家孩子也绝对不会签任何名字 包括他自己的与我们家长的名字 我家孩子是未成年人 我是他的合法监护人 任何侵犯到我家孩子的合法权益以及人身安全的 我有权替我家孩子做主以及选择 任何学校的决定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国家卫健委明确的规定 打疫苗采取是自愿的原则 包含未成年人与成年人 任何地方政府和单位机构不得采取强制与变相强制的手段 否则将依法追究责任 赵紫怡家长特此声明以足证明 那么这就是他的生命的一个全部 这个家长可以说是置地有身的义正词言的 在全国人都默默接受中共强制疫苗 不敢坐深的当下这个家长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全 敢于拒绝对学校说不 对地方的教育局说不 确实是勇气客家呀 非常难能可贵 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呢 都有这种怀疑和挑战的精神 我相信中共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害人政策 也不会这么顺利的推行下去了 至少不会这么有恃无控 然后上面就是打疫苗的事情 那么最近的全球的风险资产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 美股的今天了开盘是暴跌 今天盘中也是大跌 北京时间20日的凌晨 美股周一是大幅度的收跌 道指下跌了超过700点 盘中的一度下跌了900多点 录得了去年10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 而标普指数也是大跌了1.6% 重要的均线呢 标普和道琼斯都是被纷纷的踩破了 戴尔塔变异病毒的感染病例在全球是急增 使很多国家可以说是如临大跌 使得投资者担心这个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受到阻碍 对经济增长的前进呢 产生了质疑 在7月份呢随着新冠变种毒株啊 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快速的蔓延 那么美国的新冠感染的病例啊 也是快速的反弹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的控制中心CTC的数据了 在截至上周五的过去七天内啊 美国平均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数 达到了近三万例 高于一个月前平均每天增加的大约是一万一千例的水平 此外呢美国上周七天的平均每日新冠死亡病例数啊 环比是增加了26% 那么美国的Delta病毒啊传播非常凶猛 全球其他的国家也都是一样 你像欧洲啊 包括蓝美啊 包括印度啊 印尼啊 泰国啊 都是一样的 加上通胀不断的飙升 所以现在市场呢 担心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 导致美股啊 今天大幅度的收跌 昨天欧洲股市啊 也是被血洗了 亚太股市呢 也是山雨越来丰满的 肯定市场恐慌程度的VIX恐慌指数啊 一度是大涨了30% 在今天突破了24点 大家都知道美股的大调整呢 很可能是要到来了 但是具体时间点是没有谁能猜得准的 这一次会是一个大的调整的开始吗 可能性有 但是还不完全是 我认为美联储啊 如果他宣布缩表的时候啊 那么才是真正市场改到恐慌的时候 七八月份呢 宣布缩表的可能性 这种正在逐渐的放大 特别是八月份 当然如果是美股大跌大调整的话 A股肯定是难以独善其身的 大家如果有投资这些风险资产的 要注意相关的安全 做好准备 规避未来即将到来的风险 而且今天的比特币 已跌破了三万美元的大关 比特币啊 加密货币这一块 未来的风险还会不小的 美股或者说全球的风险资产 是否和加密货币一起联手下跌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产生共振啊 所以那样就更加恐慌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期待收听 再见 再见